9月24日由云南省政府主办的美丽中国 七彩云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文化旅游推介活动 在洛杉矶汉天卫视演播厅震撼启动 中美嘉宾齐聚一堂 在热烈友好的氛围中 共同体验了云南丰富多彩的文化和风景 现场充满欢乐与互动 推介内容以云南的美食美景为核心 带领嘉宾仿佛身临其境 清晨以昆明小姑米县开启味蕾 接着高铁之旅到达大理 体验尔海的风花雪月 最后至丽湘古城漫步 再到神秘的香格里拉寻找心中的日月 云南省政府代表团 他们疫情八人 他们这次来主要是为了 云南的各民族文化 云南的土特展介绍到美国 同时也想把他们的风美好的山水旅游 也让大家知道 希望我们海外的乔民 能做更好的了解云南 大家知道飞服队了 陀峰县也在云南 所以他们还跟飞服队导兵 他的孙女交流 推介过程中 嘉宾们仿佛看到了云南美丽的风景画卷 充满向往 现场的互动活动也引发了热烈反响 许多美国嘉宾表示 对云南有了浓厚的兴趣 尤其是在体验了郭庄武 甲马他印等云南飞衣文化后 感受到了云南文化的深厚底蕴 这次活动让现场来宾对云南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期待着未来能到云南旅行 今天非常高兴作为主办方 我们为云南美丽中国七彩云南 有一种生活 尽爱云南 今天是开放日 我们把这样民间文化传承 在我们社区 这就是我们要为大家做的事情 这次我代表我们云南的交流团团队来到了美国 和汉天卫视一起共同举办了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一个开放日 包括我们也推介了我们的滇西北的旅游线路 去品尝云南的红酒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去了解云南 来云南去喝云茶 赏云花 吃云果 品云咖 欢迎大家来到云南 此次推介活动的成功举办 标志着中美文旅合作 迈向新台阶 推介结束时 现场响起热烈掌声 表达了与会嘉宾的共同心声 我们想去云南 推介人最后热情邀请到 欢迎各位到神奇的七彩云南来 亲身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全美电视台记者 帕沙迪大士采访报道 有资云南来 请订阅 请订阅